今年9月 张女士为了让自家孩子能够顺利在省二世宴高薪学校入学 于是呢 她特别找到了一位姓尹的女士 听说这个人呢很厉害 能够帮自家孩子拿到该校的录取通知书 就这样 双方在今年的9月2号签署了办学服务合同 同时呢 张女士还给这位尹女士转了29万作为好处费 十天后 张女士成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但当她带着孩子到学校报到的时候 校方去表示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而与此同时 那位帮她办事的尹女士也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而去张女士介绍和她一样 有相同遭遇的还有十多位家长 我家孩子呢 是今年那上小学一年级 就是想给孩子找一个好学校嘛 然后呢 通过朋友圈了解到这个尹女士能办这个学校的事 然后呢 就是多方面打听 然后她家事背景不错 这样的话才相信了她 张女士说 就在9月2号 她与尹女士在一家咖啡馆见了面 两人也商谈了孩子上学的具体事宜 同时双方还签订了办学服务合同 上面明确标注了入学时间以及服务费用 然后当天我就把那个29万已经就打到她这个尹小姐这个账户上了 告诉我10月中旬的时候 这个孩子准时来报到 大约过了十多天左右的时候 她男助理的姓王把这个通知书送到了我手上 在张女士拿的入学通知书后 她就带着孩子来到学校报到 可是却被学校门卫揽了下来 然后门卫说这个通知书不是真的 你报警吧 这个就是说有问题 我们这个学校从来没有过S纸这样的通知书 当时我来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三个家长也带着三个孩子过来 然后他们也是通过尹小姐办的 他们呢 有29万的 有26万的 还有22万 不等 在几位家长办理入学手续失败后 他们就联系到了尹女士询问具体原因 对方说再等几天 可几天后 学校那边也一直没有消息 家长们在想联系尹女士却始终联系不上 在现场还有其他几名家长都遇到了该情况 我办的学位是师大附中明珠校区的转学学位 当时我拿了30万 然后她又承诺我 说给我找个好班 找个好老师 然后我接到了一个通知单 她是助理给我送来的 我去附中的学校去问了 人家说你这个就是假的 我们学校从来不会在一个A4纸上盖个措 我们学校的通知数都是由我们校长的头像 然后那个 再说你这个措也是假的 通过一个朋友 然后给我介绍 说这个姓尹的小姐 可以给孩子办那个往省二办转学 然后我是9月22号跟那个尹小姐见面 一共是转了26万 对 当时一幕一直也没有动静 她也没联系我 电话打不通 然后微信也不回 现在人也找不到了 微信也不回 电话也不接 随后 记者拿着家长提供的陆许通知书来到了学校 何时情况 我们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陆许通知书是不是你们学校下巴的 不是 校方表示 对于其他问题 他们不予答复 紧接着 家长又试图拨打了爷女士的电话 还是未能接通 随后 他们来到了南领街派出所 反映此事 等待调查结果 首昂都市 嘉月 傅强报道 我们的记者也尝试通过多种方式联系这位尹女士 但是目前对方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 现在的家长们已经向警方报案 我们也期待着警方尽快地查明真相